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 我是罗美翔 当年的十大枪击要犯 各个武力强大 气焰嚣张 今天我们要告诉你的这位 他是排在林来福 黄红玉后面的杨瑞和 据说杨瑞和犯案的时候 老喜欢穿着一件封衣 这封衣一掀开里头挂着就是 他的配枪 甚至还有手榴弹 这个造型让你想到了谁呢 想到了周润发 当年在英雄本色里头 饰演的小马哥 所以杨瑞和在道上有个绰号 就叫做小马哥 而在小马哥的底下 还有好几个狠角色 他们犯案是都是团体的行动 一旦遭遇了警方 绝对是拼个你死我活的 不过在一场激烈的警匪伙伙伙当中 杨瑞和他的手下大将 李贡场遭到了击毙 做大哥的为了替手下报仇 杨瑞和他竟然投诉到媒体 扬言他要拘杀高雄市刑大的侦察员 还点名 宇瑞玲就是你 甚至还扬言要把 岗山分局给炸掉 他的企业相当的嚣张 而同时间警方也不敢掉以心心 大阵仗的掉派的霹雳小组 进驻到了岗山分局 就等小马哥杨瑞和你真的敢来吗 一九八零年代台湾经济起飞 台湾基因卡邦一句话 是当时候经济发展最真实的写照 台湾那时候经济 最蓬勃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那时候六合彩 非常的盛行 地下迁赌非常非常多 那每天一个迁赌占的流量 可能都几百万上千万 第二个是那时候股市飙涨 所以证券业都非常非常的有钱 第三个整个的建筑产业也新奇 各行各业荷包满满 赚钱的最佳时期 同时却也是黑道崛起的最佳年代 更是各行各业人人自为的治安黑暗期 这个犯罪集团大大小小都有 看谁的枪多 就是大大集团 建商各种生意人赚到钱 那引起这些不良分子 不能讲黑道而已 因为他们也想分一杯羹 那是全台湾治安最败坏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除了杨瑞河以外 还包括了林来福 黄鸿玉 他们几乎都是在同一个年代崛起的 那同一个年代崛起的 这几大枪擊要犯那时候流窜全台 然后犯了很多很多的案子 所以警方疲于奔命 因为不是同时抓一个而已 是同时抓三个 包括了明烈十大枪擊要犯 第一名的鬼剑丑林来福 第二名的黑牛黄鸿玉 再加上当作排名第三 人称小马哥的杨瑞河 这三大扣全台湾跑透透 警方北中南各地串联 为的就是要逮这三个人 因为光是这三个人 身上就背了超过四十条人命 一个人花一千万悬赏 反正如果你不能够活抓 那至少死也要见到尸体 所以在这种充满爆雷之气的社会之下 大家都生活在恐惧的当中 有钱人大企业 成了歹头的组上肉 一通电话一封恐吓信来 就得任人宰割 付钱就当是交保护费 因为钱再赚就有 但是命只有一条 在那个年代 名号最响亮的 莫过于是临来福跟黄鸿玉了 但是当时任职高雄市行大大队长的 杨子敬告诉我们 其实还有一号人物 论凶论狠 绝对不会输给鬼剑仇 杨子敬口中的这一号人物就是他 小马哥 杨瑞和 杨瑞和以凶狠出名 尽管器拿专刊当中他排名第三 但绝对不是因为他不够狠 只是因为他出道比较晚 杨瑞和每次出现的时候 他都会穿一个大衣 那这大衣里面都插双枪 还有挂手榴弹 就很像当时的电影英雄本色 里面那个小马哥的一个景象 他以前的外号又叫做妹 所以大家就开始称呼警方 也把他称呼他为这个小马哥 他是这三个集团当中最狠的 杨瑞和集团最少有三个 就五个都是枪子 以后他们都在一起了 杨瑞和的手下大将好几个 都是枪子要犯 各个火力强大 要比凶比狠都是一等一 连警方也顾起他三分 他一次出动的话 就像警察的一个警方一样 起码就是三个四个 一个出面勒索 那么两个警卫 他也是要防民众保安 假如说一次作案的话 这些火力最少最少 六七八也不了了 也不只是手枪 还有呼支 然后外面泡夹克 这些是伪装 身配两把枪是杨瑞和跟同伙 随身最基本的武力配备 为了他 当时警方路上领检 不仅得拿出盾牌防护 枪支也得上膛 但同于是警方都还没有开始盘查 盾牌枪口就得先对准背篮的车辆 遇到警察连检 他不会走 他只要你车子 这个背篮 看跑 跑不掉了 他就窗户一咬 就开枪 就跑掉 这个巡逻署 有四个人 这个两个人检查 两个人就取枪警戒 所以这种 这个擎勿方式 受到民众的批评 我也不是犯人 杨瑞和跟同伙仗势的优势武力 每每遇上警察绝对不闪 一定是火拼到底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十六号 当时候任职高雄市刑警大队的侦察员 吕瑞玲 带着大批远警 前往大同二路的中山大厦查案 宏宗地下舞厅 是这些不良分子 容易集结的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每天 都去做威力的扫荡 这个巡逻 那么那一天是正好 这个李瑞玲带队 李瑞玲人成黑狗旅 在当时的高雄市赫赫有名的黑道客星 专办走私黑枪 这一次带队就是要查枪械走私 到了现场去之后 他们埋伏在外面等 突然间看到这个卡OK店 就走出了一批人 李瑞玲他当下就想说 这批人看起来来者不散 所以他就要上前去 去盘查对方的身份 谁知道这批人刚刚好 就是杨瑞和跟他的另外一个手下 李贡昌登任 这个李贡昌是杨瑞和的好兄弟 也是背了十多起枪击案的枪击要犯 因为人多 李瑞玲没第一时间认出李贡昌 但是躲在人群里的李贡昌 却认出了李瑞玲 明明有机会可以逃 但是他没有逃 反倒是把出了枪 所以他看到李瑞玲来了 他就先开枪 下手为枪 李瑞玲都还来不及反应 子弹就飞得过来 瞬间呛了一弹 那时候李瑞玲当场 他的腰部中了一枪 然后他的另外一个通人 也中了一枪 所以同时就两个人倒地 那他们身上都有传防弹衣 而且每个人都带着双枪 结果双方就在这个大街上 互相开枪反击 李贡昌当场 虽然即使他身上穿了防弹衣 可是他还是被警方打中头部 所以就一枪毙命 有枪 有枪 一场警匪拨火 双方对开了二十多枪 连同李瑞玲在内 两名刑警身受重伤 减合了一命 至于杨瑞和的同伙李贡昌 可是当场被击毙 但是死了一个李贡昌 却没有让杨瑞和因此收敛 反而让他获貌三丈 那时候就誓言要跟警方讨回公道 扬言绝对要跟警方对抗到底 他投出中国时报 犯话要大开杀戒 狙杀李瑞玲 甚至还要炸掉警察局 就怕杨瑞和真的带人来炸警察局 刚派出了十二名霹雳小组 整整一个礼拜进入钢山分局 幸好最后是虚惊一场 不只呛要杀警察 他还单挑天道蒙 那时候很多千赌战 尤其幕后的大主头 都是天道蒙的成员 那再加上当时的很多的建商 背后是谁在撑腰 是天道蒙在撑腰 意思就是所有的好处 都被天道蒙吃掉啦 就他分不到啊 他也想分一杯羹啊 所以那时候他这边抢 那边恐吓 也惹毛天道蒙的兄弟 相对的我也要对你发出追杀令 杨瑞和很不满 所有的何康都被天道蒙 整个旁体 于是他向天道蒙下战书 他跟道上兄弟也讲 你们既然都已经讲得那么白了 不让我活 那我也跟你们先战 结果就恰巧碰到 黑骨黄红玉 也对天道蒙下战帖 他们双方到底熟不熟识 不知道 可是杨瑞和一直发声 就说也要挺黄红玉 结果黄红玉也透过管道 跟外面讲说 这个就是我最痛我贏的 意思好像要联手对付天道蒙 一样 杨瑞和二度投书中国时报 盖上指纹认证 倒是将杨瑞和的投书全文刊登 没想到却让他大动干活 中国时报呢 据实地报道 强盗机团 但是杨瑞和不认为 这个是强盗机团 因为杨瑞和 他除了要钱以外 他还要名 他所谓的名就是 他不要做第二第三 枪级要犯 他要排第一 他原本预想 大家会写说什么 黑道大哥 杨瑞和投书媒体 应该呈现出来的标题是这样 谁知道是强盗集团杨瑞和 他一看他的火就大了 所以他板头才去恐吓暴射 但是问题是他干的事 全部都是杀人放火抢劫 所以媒体当然是写他强盗 警方也把他当然强盗 强盗集团的首脑不认自己是强盗 还嚣张地发声明 杨瑞和的木武法既让警方 决定发出千万悬赏金 就是要猎捕这匹恶马 因为他无握不作嘛 所以身上背十三条的一个命啊 我就是有枪 而且我动不动 我就是手榴弹拿出来示威 你不爽 我就是给你死 我没有我就给你放火 杨瑞和最高的身价是被抬到一千万 被通缉啊 抓到杨瑞和一千万啊 为了围捕杨瑞和 警北搏火超过四次 引荐杨瑞和犯下的案子一件接着一件 十多条人命 三十多件的枪击案跟绑架案 警方对他真的是头痛极了 想当设法要打这匹野马 但是杨瑞和的行踪隐秘 火力又强 难度可不低 杨瑞和跟同伙全台湾到处流窜犯案 却总是能在警方的眼皮底下 一次次不着痕迹地躲过追气 尽管他犯下的案子渐渐都是大案 但是警方对于杨瑞和的了解却不多 包括他的犯案模式 逃脱方式 共犯间的联系跟如何藏密 这些资讯警方通通不清楚 眼睛的杨瑞和投书媒体 说要大开杀戒的同时 这下追捕计划要怎么定 气焰嚣张的杨瑞和自视甚高 他连警察局都敢恐吓 他连天道某他都不放在眼里 他岂能够容忍 报纸用强盗这两个字来形容他 而他也的确不是让警方 能够守到醒来的一般的盗匪 警方至少前前后后 围捕了他四次 而每一次都是在 惨烈的薄火之后 让他给跑了 坦白说警方面子当时也挂不住的 当时的高雄市行大的大队长杨子敬 他奉命组成了列马专案 而拟定了一个叫做 砍树抓猴的计划 但没有想到杨瑞和这个犯罪集团 他根本就是军事化的管理 在他的背后有一个 功过稳定的军火部 更加令人担心的是 警方掌握到了情报指出 杨瑞和他和林来福 他和黄鸿玉好像越走越近 万一让这十大枪级要犯的 前三名连成一气 所谓的黑牛黄鸿玉 再加上小马哥杨瑞和 不就变成了牛头马面 那届时整个局面 恐怕就更难对付 所以我们就定一个抓猴 喊树要请将 就是先射 他躲在一棵树 那我们把这些四肢 一根一根的切断 那猴子他就出现 所以我们就先从他的几个 躲下来一个一个 当时任职高雄市刑大大队长的杨子敬 临为受命组成猎马专案 联合北中南各县市及刑事局的警力 首先从清查背景开始 杨瑞和身边的大小事都不能放过 他是出生在高雄岗山的乡下地方 眷村附近 那他也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小孩 那就跟着当地的一个角头 叫做曾春意 然后跟着他去打混 那可是这时候曾春意他是做什么 他以前专门抢这个临近的这个地方赌场 他是抢这其家的 杨瑞和书念的不多 却一心想赚钱 看着老大抢赌场日进抖金 他心想有朝一日也要当大哥 果然他的老大被逮后 杨瑞和立刻窜出头自成一派 但是要当老大实力要够 不然怎么让人臣服 因为六合彩千赌站本身 就是一些违法行业 结果他就看中这一点 大家都不敢讲话 好 那我就专门先去抢千赌站 当时在台湾最赚钱的三大行业 六合彩证券行还有建商 这些目标杨瑞和早就锁定 杨瑞和就看中了这些 社会新兴崛起的这一些行业 不管是暗的行业或是民的行业 他就觉得说这些人是 目前台湾身上都包有最多现金的 但是杨瑞和不像其他黑道 抢击药犯 只条大公司大企业下手 在他眼里 哪里有钱就往哪里去 杨瑞和专门去恐吓医院 而且最第一次就所谓的三十万 他装抗病 医生要听诊 他就把夹克打开 里面就是 不要说几个手榴弹 有一个手榴弹有一把手箱 大家都怕了 那么他就说我不肯定 我缺钱 他反而就是东西 手榴弹拿出来 放在桌子上 我该得的没有拿到的话 大家同不愚近 所以钱你要多少 我能够给你就给你 所以台湾贴到社会上有个名词 叫做买跑路茶 等于变相收保护费 就是那个时候来的 最少的是三万块 他也要 最高的是一一 反正要得到的 他都要 被恐吓不再是有钱人 或大企业的专利 连一般老百姓小摊贩 都无法倖免 就看谁倒霉 谁遇到 再加上杨卫和没耐性 价码一开 绝对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我要五千万 我要一千万 我要一亿 最高的是一亿 就这些商家 为了命就拿给他 但是像一亿的话 这个不是那么容易 我怎么样去凑一亿 有时候就在讨价还价 杨卫和他们集团 就开箱打死算了 反正也拿不到钱 我恐吓你说 我就是杨卫和 我现在成立一个 至上委员会 如果你没有包的话 这个至上委员会 真的会帮你办上 杨卫和要的是钱 既然钱没要成 那就拿命来换 一九八六年六月 杨卫和到一家卡拉OK 去寻仇 一下车 在门口就打了一枪 示威一下 但这一次杨卫和 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人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同时 因为老板娘的一句话 惹怒了他 大喇喇的报上名 杨卫和根本不把警方放在眼里 这可让警方下定决心要赶快逮人 但是杨卫和行事谨慎 疑心病又重 光是他的行踪就很难掌握了 杨卫和有个习惯 他都跟他的同伙 都分别住在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就透过有一点像军事化 每天定点定时的回报 今天平不平安 那这有两个目的 因为他要确定兄弟有没有出事 因为出事他就要跑 第二个他要确定兄弟会不会出卖他 定时回报就是要确保每一个人 都在掌握中 每次犯案后 杨卫和跟同伙各自逃窜 连随身吸带的呼叫器都不留下 每次犯案完 他们就会把所有身上 用的这个行动呼叫器全部丢掉 然后再买一批新的 所以警方那时候很难锁 都只能够单一锁到说 今天他可能在这一阵子在这边出没 他也严格要求 他所有的弟兄行动要一致 也就是犯案的时候 大家都不能够绕跑 犯案完之后的钱不能乱花 尤其是他严禁购买毒品 因为他怕大家吸了毒之后 会乱做事 那就他也没办法控制 甚至万一在外面出了乱子 很可能会影响所谓的团体安全 杨卫和自定行动守则 就是要确保万无一失 再加上杨卫和经常更换藏匿处 连同伙都很难知道他躲在哪里 他每一个的落脚地点 几乎都只待短短一个十天 他宁愿花钱 我去住一个房子 但我住三天 看有风吹草动我就马上散 最长就是十五天 他不会超过十五天 所以警方一直很难地去追 他的这一个心中 为了夺警察 杨卫和什么方法都想得出来 他发觉最后警方可能会忽略一点 那我当成观光客 或是当成游客总可以吧 那他就买了帐篷 就到山里面去露营 如果你单独一个人露营 那也怪怪的 或是一群大男生 看起来就凶神恶煞 也怪怪的 所以他还特地到不同的舞厅 带着这些舞厅的小姐 当作这个演部的对象 营造出这一片祥和的气氛 那即使警方要查 也不会查到他们 可是他的每一个露营帐里面 都放完枪支 随时都要跟警方去火拼 行踪飘忽不定 光是要确定杨卫和人在哪 难度就很高了 再加上杨卫和的疑心病重 有任何风吹草动 先开枪再说 1989年8月 杨卫和伙同伙在台南 绑架了一名无姓商人 勒辅五百万元 原本以为天衣无缩的赌人计划 却又有了状况 在一个山区 后面为什么有一辆车一直跟着他 他怎么甩都甩不开 他就怀疑是警方坑间 盯上来了 那开始他枪就准备好了 绑的人钱都还没拿到 怎么能让警察来搅局呢 杨卫和拦下了对方的车 直接开枪 却没想到小轿车里的不是警察 只是一个想要问路的无辜驾驶 因为在山区一路了 找不到路下山 刚好看到杨卫和的车子经过 他认为前面的这一副车子 可以带他到街上 没想到碰到这些人 后来 还来的枪没死 但是变成局务人 一个疑心差点要了一条命 但是对杨卫和来说 只要不被抓 他才不管枪口下 有多少被害人 就像所有的枪集药犯发机的 SOP一样 杨卫和抢了钱就去买枪 他知道我有火力比人强 人家才不怕他 原本他可能是买点三八主人手枪 还有那时候最流行的 所谓中攻黑心手枪 接着他就开始在买长枪 买手榴弹 买无支冲锋枪 我们也可以讲说 他是最爱丢手榴弹的 但是杨卫和不只买枪 他看见撕枪走私有利可图 连走私军火 他都要分一杯羹 那时候台湾的几大军火集团 像包括许晶德他们 杨卫和也是名列其中 三大军火集团其中之一 查到这里 警方才明白 杨卫和取之不解的武器 原来就是从这里来的 大概估计 他有超过二三十把以上的枪 那可是他对他自己 向来是很保护 包括他的其他的身边小弟 所以他们出去犯案的时候 一定都穿防弹背心 那他的防弹背心 有两种 一种是所谓钢板式 那钢板式他是要面对 可能警方那种火力强大的时候 比较难穿透 所以是比较大箭 那他也另外一种是 背心是比较轻便的 那除了这两种 他防弹衣以外 他这个腿上 如果用专业的术语讲说 叫战术库 反正就是类似军方那种 它里面有一个 这个所谓的暗带 那暗带里面可以 插那个防弹的钢板 跟陶瓷板 可以插在那边 可以防止脚被打伤 每一次出任务 杨瑞和一定穿着两件防弹衣 加上防弹裤 难怪他总是敢跟警方硬碰硬 但是随着警方将所有杨瑞和的泛滥轨迹 一一厘清 也带回了一些外围分子 警方对杨瑞和的了解 也越来越多 杨瑞和自己也清楚 可以警觉到 随着身旁的人慢慢被逮 警方的追捕也离他越来越近 杨瑞和试图跟林来福 跟黄鸿玉两大阵营联手 当时警方就接获献报 这三大阵营陆续拔移 往北部流窜 而且有意合流 这可让警方紧张了 若是鬼剑筹跟牛头马面 整个沆瀣一气 届时要逮人可就真的难了 8号分级立刻通报 全台警力严加戒备 杨瑞他也一直在苦思对策 我们既然把目标要针对他 那倒不如我们先把他鼓励起来 反正我先把旁边的人都清掉 如果说有机会 那你现身我去抓你 在这个关键时刻 专案小组掌握到杨瑞和的左右手 包括了他的保镖 同样也是名列十大枪级要犯的 欧道娃杨振龙跟北高林柱安 还有就是心腹小胖杨双骨 两个武将一个军师 是杨瑞和身旁最重要的三个人 也是警方要带回杨瑞和的关键 警方决定杀猴抓斗 毕竟勤将先勤马 断了左右手的杨瑞和 届时恐怕差池也难飞 警方的如意扇盘是先断了你杨瑞和的左右手 但问题是左右手有这么好断吗 杨瑞和身旁跟的可不是一般般的小弟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贴身保镖 杨振龙 他也是十大枪级要犯榜上有名 而且他就排在第五名 他的火力强大 而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两场围捕的行动 警匪伯伙超过了数百枪 最后人抓到了吗 一九八九年三月九号凌晨四点多 大批警力将位在台南永康的这一整排 联动住宅团团包围 这里就是枪级要犯杨振龙的藏匿处 杨振龙绰号欧道瓦 名列十大枪级要犯第五名 他是小马哥杨瑞和的贴身保镖 神杯十六件重大刑案 他跟着杨瑞和到处犯案 在江湖上也是一等一的狠角色 像杨振龙的话 他一下子拿四把 他就双手 双枪 两把换在口袋 他换弹脚都没时间嘛 就打了 打了就丢 你这个丢了你这个没枪 他再去抢 火力强大是这个集团的特色 警方知道硬碰硬 绝对讨不了便宜 这个带队官还跟我们提示说 前一天早上刑事局在台北 围捕杨瑞和的时候 被杨瑞和跑掉了 那现场查到一些 他的党里 他还查到几把枪 那在我们要围捕杨振龙的时候 他杨瑞和会不会跑到 台南跟杨振龙会合 也不可能 所以请我们还是要特别 再注意这一点 这一站绝对要谨慎再谨慎 围捕的第一步 警方先在目标建筑物四周级 制高点部署的警力 趁着天色未亮发动奇袭 摸黑警户 每间房子的前面都有一个小花园之类的 第一类它有两道门 到处矮墙 它就有所围墙 第一组的高中师他们坐先 没有声音的滑过去 然后慢慢的开门 在我们去的话 我们从落地窗里面就看到 有一个呆吐在里 坐在沙发山 他应该是在把风 然后可能有胎累和睡着 那说真的是大家也都满紧张的啦 那也都能把声音降到射击 一楼客厅隔着一扇落地窗 警匪距离只有直尺 霹雳小组小心翼翼 就怕惊动了睡梦中的歹徒 我发现那个把风那个 还没有发现还没有醒过来 然后大家余罐就进去 进到最后一道门 要到打厅的时候 那个门一打 结果是上锁的 上锁之后大家没有办法进去 那时候整个空气都是连接的 就差着最后一步 就可以进到屋子里了 但是一到锁将所有人隔绝在外 这下怎么办 这个时间点也不可能找锁将 慢慢开锁 毕竟战线拉得越长越不力 警方决定先攻再说 最后带对方 我就直接用脚踹 第一声破门 就吵醒他们 头下那个直接往上爬 直接往上爬 那我们那时候也带了两把斧头上去 大家又有用斧头 做破门的动作 而且又把斧头一只已经断掉了 再拿第二只 大家一直好像时间过得蛮慢的一样 一直满掉是打不开打不开 一两分钟左右 但是那时候的心情 一两分钟可能好像 一两个小时这么久 那等到要打开的时候 听到两三分的呛声 躲在二楼的歹徒里被惊扰 立刻就朝着整把开枪 而部署在制造点的狙击手 也马上加以还击 那我们的制造点 就发挥我们的火力 把它压制 让代 организurn 无法再降我们的射 Gas 让我们能很顺利地进到一楼大厅里 警匪伯伯對開上百槍 运得警方火線上的房間 首當其衝 在槍彈之下千瘡百桶 警方兵分二路 一組人馬由制高點開槍掩護 另外一路則由正門攻入 當時候攻堅的霹靂小組 各個都是手拿衝鋒槍 防彈盾牌 戴著黃蛋面具在漆黑的屋子裡 如鬼滅般穿過槍林彈雨 慢慢地從一樓往二樓挺進 手腳扣前的作用都丟了 這樣就對了 優勢儘力發揮的作用 警方從一樓往二樓清場 逮捕了楊振龍的許多同伙 那楊振龍呢 那主角楊振龍的話 他是躲在左手邊一個廁所裡面 當我發現到他的時候 大約應該要三五公斤 那時候他槍還拿在手上 儘管楊振龍舉起了雙手 但是一把槍仍是緊握著不放 就怕一個不注意 他會扣下扳擊 直到逃不了了 楊振龍最後氣洩投降 這一次的圍捕行動 警方順利逮回了六男兩女 但是有一名遠景因此受傷 受傷的地方是在這個地方 那如果在便利地 可是他就往這兩個眼睛 逮捕發的子彈不偏不倚 就擊中了小隊長高鑽的面罩 就差三公分 高鑽死地逃生 現在來想我當然會怕 當初那時候也不知道怎麼怕 都是沒有去想那麼多的 雙方射擊的子彈有兩百多發 經過十多分鐘的槍戰後 歹徒一一被逼上三樓 然後氣界投降 斷了楊瑞和的右臂 警方下一個目標就是 鎖定另外一名大將北朝林竹安 而且他們那時候都知道 他們有個習慣 會把這個槍 睡覺的時候兩腰都會插槍 甚至枕頭下 都會放了已經上膛的槍 所以拼戰免不了 黎竹安當然不可能束手就擒 警匪雙方就在台中昌藤路的現場 撥火了三百多槍 黎竹安連衣服都來不及穿 手拿雙槍穿的一條內褲 就被警方擊斃了 楊瑞和的左臂右膀 都被砍掉了元氣大傷 更重要的是 警方同時也逮到了楊瑞和的心腹 楊雙骨 所以我們運氣好吧 這個楊雙骨跟楊瑞和從小就混在一起 楊瑞和生活上的大小事 都是由楊雙骨一手打力 其實他住那個地方是楊雙骨幫他去找的地方 而且楊雙骨也是跟他住在一起 住在一段時間 他當時候唯一能夠信任的就是一個楊雙骨 沒有做到楊雙骨之前我們對他一次辦 根本不曉得他行動也不知道他幹什麼的 也跟誰在一起都不知道 楊雙骨的落網代表著小馬哥的氣數將近 只要循著線報應該很快就可以列到JP碼 卻沒想到就在警方追問的同時 楊雙骨透露了一件事 他說楊瑞和眼見銅彈一個一個落網 為了自保跟警方抗衡 他改裝了一台行動戰鬥車 火力強大 有防彈設備的還有吃的還有放槍的 變成他也可以駐做一個他們的 所謂的行動戰車 要逮楊瑞和就差這最後一例 怎麼能讓改裝車賣的計畫 要是這一台車真的讓楊瑞和改成 那他不就是如虎天意了嗎 看來楊瑞和他是鐵了心了 要和警方決議死戰 這一輛改裝過後的行動戰車 等於是一棟會移動的軍火庫 一旦警匪雙方在馬路上面狹路相逢 這後果不堪設想 還好警方趕在這輛行動戰車 要交到楊瑞和手上之前 掌握到了他的強逆處 而就在大隊的人馬 準備要破門攻堅的時候 突然在屋子裡頭 打出了三發的子彈 但沒想到這三聲的槍響 反倒是讓警方大為振奮 為什麼呢 楊瑞和失去楊正榮 一個左右手很難栽培 熟了恐怖的火力奧員 楊瑞和知道警方早晚會追到他 他怎麼可能兩手一攤 乖乖被膽呢 腦筋動得快的楊瑞和 為了躲避警方追捕 他竟然改裝了一台行動戰鬥車 大概是全台灣黑道史上 第一輛防彈乡型車 楊瑞和知道警方追捕槍擊要犯 大多會鎖定小型轎車 畢竟要逃亡 大多數的人總會挑機動性高的交通工具 但是楊瑞和決定要反其道而行 儘管貨車的機動性不如叫車高又笨重 但是楊瑞和心裡想的是 貨車空間大還可以改成行動捐火庫 滿車的武器他可以隨身帶著跑 他怎麼改裝呢 把這個後面這個整個箱型車裡面 裝冷氣隔成一個像是 我們現在最流行的旅行拖車一樣 露營拖車一樣 楊瑞和將車頭跟車廂打通 方便了車內移動的機動性 他還花了四十萬元 在車廂內加裝暗艙放置槍械 並且加強了放彈裝備 這個箱型車的後方四周 都釘了厚厚的鋼板 然後把玻璃全部換成放彈玻璃 然後包括駕駛座的兩邊 也全部換成鋼板 這個車上還挖了小孔 方便它設計 然後這個上面 其實警方估計 他大概放了至少二三十把 各式的長短槍枝 還有他所需要的彈藥都在上面 也等於是一個行動碉堡 這麼多的槍枝 足以對付警方三四個警網 一旦發生槍戰 逃逸時車後門的後鋼板 也會讓警方的槍械五用之力 每一個環節楊瑞和都考慮到了 他唯一沒算到的是 他的心腹落網了 楊雙谷供出了一切 讓警方有機會 在戰鬥車完工的前三天 提前查獲 讓楊瑞和的戰車夢化為泡影 只是楊雙谷供出的還不只這些 其中最重要的是 當然就是小馬哥躲在哪 楊雙谷說楊瑞和因為帶著女友 跟兒子逃亡 就怕行蹤曝光 不僅躲得很隱密 還經常換地方 那警方心想 三天前租的房子 楊瑞和應該還沒換地方躲 原本打算擬定周全的計畫 再進行圍捕 沒想到接下來楊雙谷所說的話 打亂了警方原有的布局 也就是說楊雙谷一旦沒有回報 楊瑞和可能就會驚覺有意 馬上就會溜了 就怕夜長夢多 專案小組決定即刻行動 壓解楊雙谷北上列馬 從高雄到台北大約四個小時的車程 而這四個小時 卻是專案小組最難熬的四個小時 但問題是楊雙谷跟楊瑞和的聯繫 都是用代碼 專案小組哪會曉得他們傳了什麼 要是楊雙谷通風報信 一切的努力不就功虧一虧了嗎 可是你們都不怕說他毀 他可能在中間 對啊 他拿著什麼什麼有的沒有 那我們也是賭他一把 因為什麼這個東西密碼幹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一路上的心理也是滿坦白的 對啊 對啊 在車上我跟楊智英搭了一趟 我們兩個也是七上八下的這個 到底真的假的 既然已經弄到你了 他要帶我們去的話 那就要賭一把 獵馬小組一行人浩浩蕩蕩 然後終於抵達了台北 為了台北市信義路上 這處公寓就是楊瑞和的藏匿處 但是楊瑞和人還在裡頭嗎 警方也不敢確定 再加上楊瑞和帶著女友 跟六歲的兒子逃亡 就怕攻堅圍捕會傷及無辜 該怎麼辦 專案小組現場評估後 先將屋子前後包抄 由副大隊長劉成雄 帶著兩名霹靂小組 到後側的排水溝沿岸警戒 至於大隊長楊子晉 則是率領其他霹靂小組 從正門進入 但是該怎麼確定楊瑞和 真的在裡面呢 這個時候楊子晉決定 按下門 按電鈴 但是沒人 沒人回應 我就下令呢 敲打開這個門 這個時候從裡面呢 發生三槍的槍聲 按照裡面開槍的話呢 我們應該也會恐怕 但是呢 我們反而振奮 確定楊瑞和在裡面 這個槍一定是他開的 那麼不久他就問 你們是哪一個單位的 那我就回高雄市行大人 他第一句話就說 是不是楊雙虎被抓了 楊瑞和自己心裡也明白 若不是楊雙虎被抓 警方哪有可能追上門 就不要談不信 我也藉這個機會勸他 你身分啊 有太太 有兒子 希望你不要忙忙動 警方試圖動之疫情 希望楊瑞和考慮到 女兒和兒子的份上 能夠器械投降 有用嗎 楊瑞和不肯怪怪就範 警方也怕傷疾無辜 不敢強行攻入 嚴見警匪雙方 隔著一扇門僵持不下 就在這個時候 守在後方的副大隊長劉成雄 發現有狀況 那我也是蹲在那邊 拿著槍在那邊等 開那個浴室的後面那個窗子 很快看到後面 看到有人披露拿那個洞門 那邊馬上就關起來了 那你看到他早上 才會關起來 你說身體是怎麼想的 我說可能要開始了吧 他會看後門就是準備 他有準備要行動了 那到底怎麼行動 我們也不敢知道 僵持了半天 楊瑞和竟然從後方廁所的窗部 探頭出來爭望 難不成 前方突圍不成 他打算要從後面逃跑 楊瑞和每每跟警方正面交鋒 除了開槍之外 就是會丟手榴彈 就怕楊瑞和要行動了 劉成雄立刻主負其他人 除了槍枝上槓之外 防彈盾牌要備好 一擊解戒 結果等了半天 在裡面槍響 槍聲響來 只有聲音一響 等了好久都沒有信息 我要五千人呼叫 什麼事啊 什麼事啊 剛剛我們說到了 楊瑞和他可能自我了斷嗎 而這也是警方最擔心的事情 當時楊子靜他隔著一道門 對著屋子裡頭的楊瑞和喊話 希望他能夠顧及身旁的女友 和小孩的安全 器械投降 楊瑞和說給他半個鐘頭的時間 但是楊子靜只給他二十分鐘 這二十分鐘一到 楊瑞和不投降 警方就採取強勢弓箭了 楊瑞和跟獵馬小組警匪對峙 雙方僵持不下 楊瑞和不出來 警方也不敢貿然進攻 一般的黑道門子 所謂的大尾 他們都有這麼樣的這個想法 寧願自殺或者是被打死 絕對不會有器械投降 器械投降 人家會笑不起扁 行走江湖這麼多年 楊瑞和也知道 這趟江湖路他已經走到盡頭了 你們不要進來 我會自殺 警方警方在事前 就已經接獲勤姿 楊瑞和一旦被圍捕 不是跟警方硬幹 就是會舉槍自強 但是對警方來說 還是希望能夠逮回活口 楊雙虎告訴我們 他說 我老道說萬一被警察圍捕的話 他怕影響到這個女朋友 有個孩子 他會刺激了斷 而且他也不希望說 被捕了以後呢 經過漫長的在監獄裡面 要傷疏 他要訴疏幹什麼 他也不想過這個 因為他自己認為說 楊瑞和成兄鬥狠一輩子 卻不敢面對司法制裁 但是警方 怎麼可能放任他自我了斷 那時候你要自殺的話呢 那我就要空間了 他就想了一下 就說好 那麼給我這個半個鐘頭的時間 交代一下後事 我說不行 我怕他有變化 說不定連妻子都殺死以後 他在自殺 30分鐘的時間說長不長 但也不短 就怕這30分鐘內有個狀況 警方怎麼可能等 對楊瑞和來說 就是人生最掙扎的20分鐘 該不該放手一搏呢 已經沒有未來的他 就是命一條 但孩子跟女友該怎麼辦 結果等不到20分鐘 就聽到他楊瑞和大喊一聲 你要好好哭著小孩 我先走一步了 然後結果他就聽到槍聲 然後後面就無聲無息 然後就聽到裡面的這個 女人跟小孩的哭叫聲 楊瑞和當著兒子的面前舉牆之牆 這一年他26歲 曾經靠著手中的槍取人錢財 鎖人性命 再凶再狠 小馬哥也回不了頭 只能在他摯愛的親人面前 結束這一條江湖不歸路 江湖路拍桿嘛 你不是打死別人 要是把你打死嘛 就是這樣子啊 很難得善終啦 只能講拍老母桿啊 當年楊瑞和最後選擇自我了斷 可能是擔心 如果他開槍適時抵抗 子彈不長眼 可能會傷及到身旁的女友和孩子 等到警方進到了屋子裡頭 看到了眼前的景象 不禁感嘆 如果不是走錯了路 楊瑞和他也是一個好爸爸 他可以繼續陪著他的寶貝兒子 平安長大 一聲槍響 楊瑞和26年的人生畫下了據點 搭配員警進入到楊瑞和的藏匿處 眼前看到的景象 讓所有人全傻了 這個楊瑞和的屋子裡 只要好多好多小孩子的玩具 三房一廳的屋子裡 要不是有槍支 光看滿屋的玩具 還真的看不出來 是槍擊要犯的藏匿處 案發後媒體拍下了這個畫面 這是楊瑞和的女友小芳 跟他們年僅六歲的兒子 楊瑞和跟女友小芳 在舞廳認識 進而交往 一開始楊瑞和只是腳頭身邊的小跟班 但是隨著案子越犯越大 小芳為愛相隨 跟著楊瑞和逃亡 這一逃就是七年 其間小芳替楊瑞和剩下了一個兒子 叫阿財 唯一的兒子楊瑞和笑名 甚至當時在茶几上 還有一個小朋友在寫的 勃勃勃勃練習本 所以他們在想說 他們槍戰發生之前 所以楊瑞和可能那時候 就在教小孩在那邊寫注意 不能讓小孩子去上學 他也不能請教教到家裡來上課 他又怕這個孩子 那根據他的老婆事後講 就是說楊瑞和因為覺得自己 已經走上這條不歸路了 所以不希望小孩能夠走上他的後塵 儘管楊瑞和犯難的時候冷險兇殘 但是他父愛未泯 只是讓人納悶的是 一般槍擊要犯逃亡都自顧不暇了 哪有人還帶著女友跟兒子逃亡 這個逃亡啊 從來沒有帶著家眷 這個家眷都是累贅啊 寧願呢這個冒險 回家找太太 他絕對不會說帶著這個太太跑 我們縱觀台灣的這個 歷朝歷代的十大槍擊要犯 楊瑞和算是第一個帶著小孩跑的 很多逃亡的話 常常在換女朋友啊 因為我說一個我一定要 那個陪你到老幹什麼的 都沒有這種現象啊 對女友跟兒子的牽絆 成了置顧楊瑞和的一道無形枷鎖 但是楊瑞和手中一條條的人命 他殺的也都是別人的孩子 別人的父親 手中的罪孽 最後也只能用他自己的生命來償還 感謝音樂觀今天台灣解釋路 我專門想我們再會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謝謝 謝謝 這邊 呼籲 請